今天是2024年3月20日星期三 今日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惠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 第一自然就是23条成功立法在这个重大的时刻 以及关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出丑 昨天3月19日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立法会加开马拉松式的会议 恢复二毒和三毒基本法23条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早上9点开始二毒 去到傍晚6点半 全体委员会通过修正案 去到7点左右三毒投票 就连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都打破了主席不投票的惯例 与所有的议员一起投票之前 结果重案三毒89票 全票通过 特首李家超入场发表演讲 宣布23条将会在今个月23日刊献 正式生效 真心觉得23条在3月23日生效 真是一个挺好的巧合 说实话香港这一场立法大片很紧臭 中间需要一些小丑去表演 缓和一下气氛 日以落帝国英国的外相卡梅伦 就飞出来发表伟论 看起来好像很劲力 但内容又是抄上一次的废话 护灭新例 进一步损害香港的权利和自由 破坏香港履行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的国际义务 要骂人都骂得这么懒 差评吧 如果比较我是卡梅伦 我一定会这样说 香港国安法已经令到英国特工 在香港滚食艰难 现在还立了23条 你叫我这班手足 如何去拆反、偷机密 颠覆香港和北京呢 英国外交报和MI6的亚洲分店 有多少人达不到KPI 反正大家都明白 英国人为什么要阿姨阿周 有事不如说白点 敌人骂你 骂得越大声 就代表你做事越对 虽然这句说话 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理 但当套到英国人身上 就合够百分之一千 今届的议员 没有一个会比新闻党立法会议员 叶刘淑仪更感慨 因为当年 他以保安局局长的身份 推动23条立法 被反对派围攻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 邓家彪就说 23条本地立法在2003年闯关失败 令香港变成无染鸡笼 七八万市民付出公昂的代价 叶太就发言感谢邓家彪和他平反 指出如果有23条 就不会出现2014年占中等等事件 这些经历 香港人个个都知道 但卡梅伦以至其他欧美的政客 一个二个 省大眼说大话 当完全看不到 刻意圈掩 没有了反对派才立到23条 经历过占中和黑暴 无论你把口认不认都好 谁感觉不到外国势力和激进分子 齐心协助去搞事呢 现在有了23条的保护罩 之后就会轮到执法 不止是外国的政棍 香港人都会看着执法者 如何执行23条 如何引用法例解说工作 清不清晰 同样是很重要的 港府一定要把好关 以防卡梅伦之旅的 殖民地思维作税的人 在吵圈巴闭 讲完23条 我们上升一个层次 看看国家之间的国安博弈 美国主导的所谓第三届民主峰会 在韩国首议举行部长级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有出席 据报道 他说美国的对手在宣传自我 和传播虚假信息方面很聪明 他举例 他说好像中国在非洲收购当地的有线电视网络 还在东南亚收购传媒公司 讲完那么多重点是什么呢 他说这些传媒大量播放亲华新闻 他跟着又说民主国家正在受虚假信息泛滥的威胁 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 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一种趋势 会在全球范围下 播下了差疑粉饰侧族和不稳定的种子 就这样看这一句 你会不会觉得布林肯好像很有大智慧 但当你看回路透社上星期才引述美国前官员 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曾经授权美国中情局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起秘密行动 目的就是令到中国舆论转向反对中国政府 由这里我们看得到 美国政府更加劲 连传媒都不用收购 下面整班所谓的主流媒体 一早已经听完你话了 你还懂得在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 搞风搞雨 我甚至思疑 美国连中国媒体都没有收购 就能令到很多人帮美国说话了 原来美国才是最聪明的国家 布林肯每次举着手指指着中国来骂 谁知每次都是吃梅力标的 以前的我 就觉得美国国务卿很厉害 原来他们的质素高成这样 我真是太傻 太天真了 适逢拜登任期即将完结 随时都没得连任 布林肯作为他的外交头目 外界很自然就会盘点布林肯 有什么正面外交影响 结果就发现原来他真是没有的 反而负面影响就一大罗 布林肯任内经历延续死搞中国的政策 围堵中国科技 谁知美国一路围 中国就一路发围 各种不同的科技突破层出不窮 上年的十月 尔巴冲突爆发 以色列还击的时候 将窗口就对准平民百姓 令到全世界就生气 但美国死撑以色列 美国霸权成功争取了陷入 最国际孤立的时刻 更不要说中东政策彻底失败 在俄乌战争 美国继续无料到 乌克兰就打到年轻人都要上战场 美国仍是遥拒指挥乌克兰人送死 今时今日的美国霸权 在外交层面 基本上是没有东西拿得出手 只可以拼命帮自己脱民主公帽 偏偏布林肯 就不记得自己的国家 已经是道德破产 结果越将矛头怼向中国 美国身上的洞就越来越多 美国仍好意思寸中国聪明 其实美国才是聪明反备聪明误 好了 今集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看完精彩的评论分析 怎么少得支持Vanessa Child YouTube的三部曲 留言 赞好 和订阅 期待大家下一次再看我们的影片